蘇浩政府所連續四年舉辦新年春節名家輝豪贈春聯活動 春節前三場活動分別為1月15號在新馬市場 1月22號中原市場 1月23號南天宮 共邀請到九位書法家與三位版畫家 現場為民眾客製畫春聯和紅包袋 一起來做一張屬於自己的賀年作品 我想每一年的這個活動都受到很多民眾的喜愛 所以我們今年還是一樣 在2022年的虎年 我們會連續來辦理三場的名家輝豪活動 那第一場1月15號早上的8點半到10點半在新馬市場 然後1月22號也是早上8點半到10點半在蘇浩的中原市場 然後1月23號禮拜天我們會在南天宮 來辦理這樣的名家輝豪活動 那時間是從早上10點到12點 那我想我們這一次會有12位的這個民書法家 還有版畫潘敬瑞老師特別是做 製作這個版畫的老師 所以會非常的精彩 年節時貼春聯增加節日喜慶氣氛 有為新年祈福辟邪的意義 祈求虎年諸事平安吉祥如意 貼春聯增加節日喜慶氣氛 這是我們在這個傳統的這樣的純潔的活動 這是我們每年都會要一定要做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這樣你覺得手寫的一般印刷都是印刷的 都很 都很漂亮 但是手寫的 其實都是 如果自己寫 當然會有成就感 那我們現在會找很多的 這樣的書法家 藝術家 他們有很多的創意 然後可能還會加上一些圖案 如果能夠自己寫 其實是很特別的 朋友也說這個我自己寫 不管好看不好看 但是這個我們自己寫在上面 就是很特別的經驗 活動邀請到的書法家 各有不同風格 字體皆獨具特色 歡迎民眾參加 宜蘭秀記者黃竹漢子彭報導